眼干及多年膝盖痛案例 保健品保养 2019年1月再次复查 虽然仍无症状 但因为听医生说会转为子宫颈癌 只好做手术切除子宫及子宫颈 之后就吃西药修养 同年9月 眼睛干涩痛痒 经中西药处置 无明显改善 胃易感不舒服 灼热不停打嗝 夜间腰及大腿肿胀 影响睡眠 在女儿强烈推荐下 于2020年3月27日 到原始点中心条理 志工建议我每日喝干姜50克 加红参须5克熬煮成的浓参姜汤 以温姜汤洗眼 全身温敷 步行爬斜坡锻炼 保持联好心态 作息规律 不熬夜 及按推原始痛点 经过十天调理 眼睛干涩 胃灼热 打嗝 膝盖疼痛 及睡眠质量 都有明显改善 之后因操心家人 时常生气 连带影响温敷时间 只做局部温敷 导致热能不足 体力下降 志工特别嘱咐我 勿担忧 勿急躁 要调整好心态 又因运动过量而避酸腿痛 精神不济 志工告诫我 运动要适度 累了就休息 勤换失衣 避免寒凉入侵 且要及时补充温姜汤和温敷 调理40天后 所有症状都改善了 膝盖不痛 胃不灼热 不打嗝 眼睛不干涩 几乎无痛痒 睡眠品质佳 每晚可达7小时 衷心感谢张昭汉 医师创立的原始点平台 感恩志工们的细心照顾 使我摆脱多年的疼痛折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